任何人来 任何佛菩萨来都不要去理会 这一句非常重要 其他的都不要说 一句弥陀念到底 对他是最有受用 这些事情在吃宗须知 吃宗经粮里面说得很清楚 应当多看看 尤其是发心 帮助临终关怀 自己一定要有这些尝试 否则的话 你对他就没有好处了 产生负面作用 下面一个问题 他是儿子吃宗一年多了 不久前一场病 一场病毒性的感冒 高烧持续三天不退 一直掉着点滴 到第四天才一点点退去 之后人受了一大圈 请问老法斯 第一个是吃宗 对我儿子的身体到底有没有影响 他为什么整天身体不舒服 这个我想没有影响 因为有很多我认识的一些法斯 他母亲怀孕的时候就吃宗 就胎里素 人也很健康 比我小几岁 今年大概有七十五六岁了 那一生吃宗 胎里吃宗 所以这个事故上没什么大问题 那么我们以前不知道这个素食的好处 知道之后 我就完全采取素食 我的吃素不是人权 我是了解这个道理 一般人饮食 着重于生理健康 叫卫生 你看伊斯兰 除了卫生 他讲求卫性 就是一切动物 性情不好的 他都不吃 他会对自己会有影响 所以佛法的时候采取素食 不但卫生 卫性 还保卫善良的慈悲心 这个好啊 采取真正圆满了 卫生 卫性 卫心 这次就慈悲心 我是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我再采取 那我吃素的时候 也是56年了 这都没有毛病了 所以这个素食对身体没有影响 它至于生病的时候 它可能在饮食上有问题 要好好去想想 要好好去想想 是不是吃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这个咱们 这个咱要注意 现在这个饮食卫生 实在是非常困难 许多饮食都不是健康的 所以这个从前李老师常常讲 现在人可怜了 三餐不是吃饭 要服毒 连米里面都掺杂着 什么这个化石粉 那个米漂亮 好看 蔬菜是严重的农药 那肉食就更糟糕了 你要到这些 养殖这些动物的 那里去参观一下 你就会吓到了 很可怕 所以现在奇奇怪怪的病 很多很多 总是病从口入 甚至于现在连这个海鲜 都有毒 为什么呢 海水被污染了 它都带着病毒 江湖就更不必说了 干净的水都很不容易得到 营水里都有毒 在严重上 空气里都有毒 你看前几天 我看到报纸上新闻说 广州那边下酸雨 那雨水下下来说 那个酸度比浓醋还要酸 这什么原因呢 空气里头不干净 很麻烦 国际 带给人类的灾难 要有高度的警觉性 末后说是否他这个年纪吃素太早 吃素没有早吃 实在讲越早越好 不跟众生结缘愁 底下一个问题 就是黑龙江神 姬西市华言四年佛团 一句老法师的教诲 坚持 宋都无量寿金 下楼会议本 一句佛号一部金 十余年来 许多居士都非常熟练了 近日广东有一位法师 来到我处讲法 今贞得四中住持老法师同意 严厉要求改送康生凯本 无量寿金 今多方努力援荣 均被遭到拒绝 十五年辛苦聚集的 被与人聂佛团 因此事件面临解散 请问法师应如何 这个应如何 如法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法师 沉浸很深 古人有一句话说 临动千江水 不动道人心 这个道场 他用什么方法修行 修了已经很长的时间 已经有很好的效果了 应当赞叹 不应当改变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懂得经教的法师 为什么呢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哪个法门都好 如果是只有我都是好的 别人都是错误的 这不是佛说的 佛说了八万四千法门 而且还告诉我们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你怎么可以望自分别呢 这是错误的 所以 道场 我没住过道场 出家的时候 在寺庙住过三年 以后再就没住过寺庙了 寺庙不欢迎我 因为我天天学经教 天天讲经教学 寺院需要的是金灿佛寺法会 我不是为这个出家的 所以我这么多年来 在外面流浪 还好 还没握住 没动住 法语也还很殊胜 但是 我们懂得 人家道场请我们去讲经 我们对他道场赞叹 赞叹他的主持 赞叹他的大众 赞叹他的信徒 赞叹他修学的方法 这才行啊 这才如法了 1977年 我第一次到香港来 讲《楞严经》 那一次讲了四个月 在九龙界限街 讲两个月 在这个香港南唐道 寿业老河上的 博民讲堂 讲两个月 深一夜法诗 难得了 非常好的法诗 我在界限街讲经的时候 他天天来听 而且还告诉他的信徒 劝他的信徒 听我讲的 明天天教室 词曲 李宗监